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7月5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凡 我们的新闻除了在频道中播出 也会在YouTube以及Facebook 关天下粉丝页进行直播 观众朋友你也可以加入 一幕画面右下角的QR Code 来观看关天下新闻 为了宣导安全性行为 避免感染艾滋病 市府卫生局特别选在热闹的 府中商圈来进行宣传活动 并且邀请了艺人王彩华 进行代言 卫生局今年推动 在家艾滋自我筛检计划 民众上网登记之后 前往住家附近的便利超商 支付了费用 就可以取得筛检试剂 既隐秘又便利 在这场艾滋预防宣扰活动上 市府卫生局表示 依据统计资料显示 今年截至5月底 新北市新通报的 艾滋感染人数为255人 且9成以上都是 因为不安全的新行为感染 卫生局也提醒 万一不安全的新行为 可以在三个月后 到新北市超过57个免费 匿名艾滋筛检 咨询服务点 寻求咨询以及筛检服务 便利之外也兼顾隐私 万一不安全性行为发生了 一夜情 炒趴在家里自己做自我的筛检 那只要到我们的全家 OK来而付这些便利商店 只要去这个便利商店 那去买一个套餐 就像去领 就去买一个一般的便利商店 买个东西一样 买一个套餐 那有245块加油脂的部分 买了之后去回家去 这个15到20分钟内 自己就可以做筛检了 市卫生局特别选在 热闹的服装商圈进行活动 并请来保密大使 王彩华现成代言 卫生局今年也推动 在家艾滋自我筛检计划 民众可以上网登记 并到住家附近的便利超商 支付费用取得筛检试剂 竟隐秘又便利 了解更多的防治艾滋的 这些正确的知识 还有一些性行为 还有我们的血液 是否有感染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关心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还可以关怀 一些感染者 给他们更多更多的爱 透过这种在家这个做破筛呢 我想多了一个管道 就我们目前的掌握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个透过破筛 其实民众除了感觉很方便以外 就我们的资料显示 其实有不少目前的感染者 都是透过破筛这边 把掌握到的 那艾滋病其实已经不是黑死病了 过往我们都说 这个21世纪黑死病 其实艾滋病现在是可以治疗的 那当然保护预防最重要 这局强调艾滋病只要早期发现 早期接受治疗 感染者只要规则就医 不仅能稳定病情 也可以像常人般的正常生活 因此只要有不安全的性行为 都应该定情筛检 除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之外 也保护自己的伴侣 接下来的视频长报道 好 谢谢大家